不要打他 明天,他是为我治疗的医生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我 我多年的好友 撞破了我不是故意的爱人之间的亲密接触 为了延续他的身份 我需要找到一个他在我身边的理由 还有三道点心 主人不要着急哦 闭嘴,很丑 别这么凶嘛 翁月的家里竟然藏了一个男人 他一直都习惯与其他人保持距离 但对这个男人却不一样 他是专门为我治疗轻浮敏感症的医生 TC 他是我的发小,明天 平时一直在美国生活 刚才都有冒犯,抱歉 原来是他的医生 但这个男人总是感觉不对 不能让他和翁月有更多的接触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而且竟然能直接找到我新班的地方 当然是因为想你了 我跟你这么信用灵犀 凭感觉就能找到你 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你这次什么时候走 不走了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治疗你病症的方法 但那个仪器还在研发中 真的吗 怎么,我还能骗你 没有 因为之前也试过各种治疗方式 都没什么效果 来,先吃饭 你最喜欢吃的小笼包 我以后都陪在你身边 筷子有点滑 让人讨厌的叫 吃得好吧 小月月,你搬到这里多久了 搬到这里已经一年了 你要不要搬到我那里去 有24小时的佣人服务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真的很心疼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你也知道,我一直喜欢自由 我知道你喜欢自由 我只是想让你更舒服 那今晚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睡沙发上就可以 可是沙发也已经没地方睡了 你让那家伙睡也不想留我在这里陪你吗 让人无语地叫我 主人,驱逐任务已完成 希望主人要保持预热的心情啊 怎么忽然肚子好疼 提起医生会暂时住在这里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肚子痛 最关键的是 这里根本没有我的专属码头 你在这里确实不方便 那好,我先回去了 很机灵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突然走了 哦,小月月 除了小月月 还有什么称呼呢 既然我是你治疗亲腹敏感症的医生 是不是应该让我好好了解你呢 我可以都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医生了 我的小可怜虫 欢迎来到欧视集团 为您打造的梦想乐园 黑金身份验证成功 请您进入专属通道 请蜜木野博士办公室 你们的实验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项实验不仅仅需要科学设备完善 最重要的是 如何避免生理上的排斥反应 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很久 下周 最晚下周 我这毕竟等不了那么久了 博士 提西的机械身体和自身的生理机制结合情况稳定 目前的状况确实不错 博士 事实证明我们多年的研究确实有效 不过 能牵动提西做出无逻辑思考的情感漏洞 还在于欧越的这一部分记忆 之前更改的记忆也有所漏洞 一旦提西自主觉醒这一部分记忆 就会影响他的情感控制系统 为了提西的人身安全起见 应该尽快找到可以让大脑这部分记忆消失的办法 问题已经存到记录 对了 关于提西黑风白月鹰406派的资料进行隐秘设置 只有我的指纹才可以查询他们的资料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资料